今天头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微笑》 本片又名《夺命微笑》 改编自导演帕克弗恩2020年拍摄的短片 本片在北美院线一经上映就成为了票房冠军 首周票房约为2260万美元 好了话不多说 故事正式开始 这天心理医生罗斯接待了两个病人 第一个是一名憔悴的男子 只见他对所有的问题该不回答 只知道男男子语 我会死 他会死 他也会死 所有的人都会死 因此罗斯只能先送他去观察 而第二个病人 则是一名女博士 上周他目睹了自己的教授用锤子自杀 此后精神就不太正常 还在学校引发了骚乱 然而这名博士坚称自己没疯 只是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罢了 据说那个东西喜欢伪装成人形 有时候是陌生人 有时是他身边相熟的人 有时是他已经去世的亲人 然后就会对着他微笑 令人毛骨悚然 总感觉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甚至是丢了性命 文言罗斯认为 博士是受教授自杀的影响 产生了创伤后应急障碍 所以出现了幻觉 谁知这时 博士瞥了眼罗斯 突然就被吓得跌坐在地 大喊着他在这里 见状 罗斯连忙打电话喊人过来帮忙 没想到等他回过头的时候 却发现博士已经站了起来 脸上挂着一个诡异的微笑 下一秒 博士拿起了一块花瓶的碎片 从自己的脸颊开始 缓缓往下割开了咽喉 就这样领了盒饭 但直到他死 脸上都保持着那个圣人的微笑 而罗斯虽然是心理医生 但亲眼目睹了这种场景 内心还是很不好受的 甚至精神都有些恍惚 第二天 罗斯从办公室向外望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很像博士的人 正直直的盯着这边 惊得他连忙拉上了窗帘 随后 罗斯路过那名憔悴男子的病房时 发现他也露出了那种诡异的微笑 但不同的是 这次他嘴里重复的话 变成了 你会死的 你会死的 吓得罗斯连忙退了出去 喊人过来帮忙 而这件事发生后 领导认为罗斯不适合继续工作 所以给他放了一个星期的假 让他好好调整心情 当晚 罗斯在家里 突然听到安保警报响了 于是赶紧过去查看 结果发现后门开了 正在这时 前线保安打来的电话 说检测到一个警报 需要询问一下情况 于是罗斯告诉对方 后门开了 然而对方的答话却很奇怪 说让罗斯看看后面 闻言 罗斯战战兢兢的回头望去 却被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 吓了一跳 只见电话并不在自己手中 而是在坐机上面响着 接起来一听 正是打来询问情况的前线保安 随后保安们过来巡视一圈 但什么都没有发现 所以得出结论 后门可能是之前没锁好 碰巧开了而已 夜里 罗斯睡不着 便去听当时和博士对话的录音 谁知却在结尾处 听到了一阵异响 但罗斯还没有分辨出来是什么 身边就突然出现了一张可怕的鬼脸 吓得他一跃而起 尖叫连连 第二天 罗斯去见了自己的心理医生 真是长见识了呀 而在两人言谈间 我们可以得知 罗斯小时候 他的母亲自杀了 出于某种原因 罗斯一直很自责 因此心理医生认为 罗斯的创伤并未被彻底治愈 这也正是他陷入此时困境的主要原因 所以做点愉悦身心的事 转移一下注意力 或许会有帮助 第二天 是罗斯外甥的生日 也是一个放松心情的好机会 于是罗斯带上了礼物 来到了姐姐家参加聚会 然而外甥拆开礼物后 却发现里面是一只死猫 而且是罗斯圈养多年的那只宠物 见状罗斯既伤心又震惊 自己明明买的是玩具小火车 怎么会变成猫呢 同时现场的众人 也一脸震惊的看向罗斯 仿佛在打量一个怪物 令他非常的无助 这时罗斯突然发现 博士正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冲自己诡异的笑着 下一秒 博士突然凑近 吓得罗斯一个后退 摔在茶几上撞碎了玻璃 弄得满身血迹 第二天 罗斯找到了最先自杀的那名教授的地址 伪装成了记者去拜访了他的遗孀 结果得知 教授自杀前 也出现了和博士相同的症状 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接着遗孀向罗斯展示了教授的画作 只见上面是一个露出诡异微笑的人形生物 据说就是这个东西在纠缠教授 试图进入他的身体 另外 罗斯还了解到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一是教授的兄弟在多年前死于一场事故 给教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 二是教授并发前目睹了一名女子自杀 于是罗斯联盟追问这名女子的相关信息 并告诉遗孀教授没有疯 是真的被恶灵盯上了 自己遇到了和他一样的事 非常需要帮助 然而听了这话 遗孀却认为眼前的人是一个疯子 怒吼着将他赶出了家门 无奈之下 罗斯只得去找了自己的前男友 他正是负责博士自杀事件的警察 之前还给罗斯做了笔录 不过前男友想复合 罗斯可不想 所以做完笔录后 面对前男友的关心 罗斯显得有些冷淡 没说几句就匆匆离去 弄得前男友十分的尴尬 但现在罗斯不得不请前男友帮忙 在警方气筒里 查查教授目睹自杀的那名女子的信息 而这一查 两人发现 这名女子在自杀时 也保持着一个诡异的微笑 并且相似的是 他自杀的四天前 目睹了另一名男子的自杀 这名男子也带着那种微笑 这下罗斯肯定了心中的猜测 前男友也意识到了不对 看来这种不寻常的自杀 会一个接一个的传染下去 而目睹了博士自杀的罗斯 显然就是下一个 于是罗斯立刻去找了姐姐 将此事告诉了她 但姐姐完全不相信罗斯所说 只认为她疯了 于是两人大吵了一架 而言谈间 我们可以得知 当年母亲精神出问题后 姐姐为了逃避此事 直接离开了家 留下了幼小的罗斯独自面对 所以母亲自杀后 罗斯的内心深处 一直有点介意此事 而姐姐虽然感到抱歉 但也想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 不想再被卷入到疯狂的事情中去 文言 罗斯忍不住 用尖酸刻薄的话 讽刺了姐姐几句 气得姐姐转身关上了门 拒绝帮助罗斯 于是罗斯只得上车准备离开 谁知这时 姐姐又从屋内走了出来 敲了敲车窗 似乎想和罗斯说些什么 但下一秒 姐姐的头突然掉了下来 吓得罗斯尖叫了起来 不过很快她就发现 这是一个幻象 姐姐根本就没有出来 晚上前男友打电话告诉罗斯 他继续调查发现 同样的自杀模式 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至少20起案子 都存在着一条直接联系线 基本以4天为一个间隔 不过在这20起案子中 有一名男子并没有自杀 到现在还活着 但不同的是 他制造了一起谋杀 并且这起谋杀的目击证人 在不久后自杀了 于是罗斯在前男友的陪同下 赶往了监狱 见到了这名幸存的男子 谎称自己的病人 卷入了这条传播链 文言 男子告诉罗斯 他研究发现 这种自杀 会在经受过创伤的人之间传递 似乎这就是那个东西 力量的来源 必须在有至少一个 目击者的情况下杀人 才能摆脱这个诅咒 所以他自己杀人之后 活了下来 目击证人自杀 延续了诅咒 文言 罗斯感到难以接受 情绪不禁十分的激动 见状男子看出 罗斯所说的病人 只是一个幌子 真正被诅咒的 就是他自己 于是顿时失去了理智 大喊着 你不能把他还给我 场面差点失控 因此罗斯只得赶紧离开 随后罗斯回到了家 正巧心理医生上门拜访 于是两人便聊了起来 不过罗斯意识到 大家都不相信自己 都认为自己疯了 所以便假装自己很正常 只是压力过大 缺少睡眠而已 正在这时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然而罗斯接起电话后 听筒里传来了 心理医生的声音 那么坐在对面的这位 显然就是那个东西了 下一秒 眼前的心理医生 果然露出了一个 诡异的微笑 起身向罗斯追了过来 然后对着他流下了口水 但这时罗斯回过神 发现自己坐在车里 看来刚才又是一场幻象 随后罗斯拿起了一把刀 来到了自己工作的医院 找到了那名 喃喃自语的憔悴男子 然而男子一见到罗斯 就害怕的缩到了角落 大喊大叫着阻止他的接近 这时一名医生闻声赶来 问罗斯怎么会在这里 让他不要靠近病人 闻言罗斯表示 我不知道 然后逃出了刀 狠狠地刺向了憔悴的男子 扎了一刀又一刀 然而见到这一幕 身后的医生 竟然撕掉了自己的脸皮 吓得罗斯尖叫了起来 原来刚刚又是一场幻觉 罗斯现在还好好的坐在车里 不过他的精神非常的崩溃 紧接着 刚才的那名医生 敲了敲车窗 关切地询问罗斯怎么会在这里 但罗斯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时医生发现了 罗斯准备的那把刀 以为他要自伤自残 顿时急了 将喊人过来帮忙 然而在罗斯的眼里 医生赫然变成了吐血的憔悴男子 吓得他立刻开车离开了 随后 罗斯来到了儿时居住的小木屋 这一代非常的偏僻 人际罕至 因为罗斯认为 只要自己自杀时 没有他人在场 就不会将诅咒传递下去 所以他准备独自在这里 静静地等待死亡 然而当罗斯打开母亲房间的门时 童年的记忆 顿时清晰地浮上心头 原来那时母亲 饱受精神问题的折磨 决定自杀 但真正自杀后 又后悔了 便让罗斯打电话求助 然而罗斯太过害怕 直接关上门逃走了 就这样 母亲未能及时得到救治 令了盒饭 为此罗斯多年来 一直心怀愧疚 当晚罗斯坐在屋内 突然听到了一阵异响 于是连忙提灯去看 结果发现 是母亲坐在房间里哭泣 而见到罗斯后 母亲先是道了歉 承认了自己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的失职 然后话崩一转 质问罗斯当时 为什么不打电话求助 是不是心里 暗暗的希望自己去死 闻言 罗斯终于将多年来 承受的痛苦怒吼出声 说自己那时才十岁 不该背负罪恶感这么多年 是时候放下了 而说完这番话后 罗斯也意识到 眼前的东西并不是母亲 果然下一秒 那个东西就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然后扭曲着爬向了罗斯 吓得罗斯连忙向后退去 但很快 那个东西就不见了踪影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 而正当罗斯困惑之际 他突然又从背后出现 一把扼住了罗斯的脖颈 但这都是幻象 现实中是罗斯自己在掐着自己 不过罗斯的求生意志 非常的强大 只见他用力掰开了 掐着喉咙的手 然后拿起一旁的油灯 砸向了那个东西 立刻使他燃烧了起来 发出了痛苦的嚎叫声 见状罗斯连忙跑了出去 关上了门 在确定小木屋 彻底被烈焰吞噬后 才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 开车离去 随后罗斯去找了前男友 向他谈露了情谊 只有历经千番之后 才知道谁是对的人 闻言前男友表示 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然而听了这句话 罗斯顿时意识到了不对劲 脸上的笑容就此凝固 果然下一秒 前男友就露出了那种诡异的微笑 周遭的陈设也突然变幻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幻象 实际上罗斯还在小木屋里 面对着那个东西 见状罗斯慌忙逃走 但刚甩掉那个东西 小木屋的门就打开了 外面站着的赫然是前男友 但这时罗斯已经分不清现实和幻境 不知道眼前这个是不是真的前男友 所以只得关上了门 谁知下一秒 一旁的黑暗里传来了一阵异响 于是罗斯回头望去 却见那个东西向自己扑了过来 所以门外那个 确实是前男友担心罗斯找了过来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在屋内 那个东西阵线出了原形 将罗斯的嘴掰到了最大 然后转了进去 不久后 前男友踹开了门走进了小屋 却见罗斯背对自己站着 于是便叫了几声他的名字 闻眼罗斯转了过来 但脸上挂着那种圣人的微笑 见状前男友惊呆了 不由的定在了原地 看着罗斯下一步的动作 只见罗斯早已在身上浇满了汽油 此时他划开了一根火柴 微笑着自焚了 而目睹这一切的前男友 自然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的设定非常的有创意 在今年的恐怖片里 可以说是让人耳目一新了 怪物应该就是对创伤的人格化隐喻 比较有现实意义 而且片中既有恐怖氛围的营造 又有突如其来的惊瑕 看上去效果很不错 同时演员的演技真的可以 也不知道那种笑容是怎么练出来的 涛哥大半夜看了也有点肾得慌 不过最令人惊喜的还是结尾的反转 终于不是打败邪恶的大团圆结局 挺难得的 对了骑士女主原本还有个未婚夫 但出场的篇幅不多 内容特别的水 发挥的作用也和解决重复 无非就是不相信女主 认为她疯了 然后大吵一架 所以涛哥为了让主线更加的鲜明 就舍去了他那点微不足道的情节 对整体并没有影响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原片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 点声 一点点 尚早 走 准备 babe 然后 пох 好